坚持把保护投资者贯穿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执法的全过程 投资者是市场资本 国际金融市反复证明 一旦发生大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很可能一夜之间被吞噬 给投资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必须把强监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不断完善监管加强监管 对各类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并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 对各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打击 切实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比如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监管执法 一以贯之的重点 也是当前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我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构建 综合城防体系 强化穿透式监管 鼓励吹哨人举报 压实投行审计等中介机构的 判办人的责任 汇聚部计协调 央地协同的合力 提高发现能力 惩处力度和防范水平 对于造假者和配合造假者 将一体查处 全方位立体化的追责 对涉及犯罪的 坚决追究刑事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